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今儿正好有空过来看看你 难得你有空啊 怎么样 电影生意还好吧 挺好 好就好 我也一直没顾得上去看看 说起来我也是你的出资方 对你可以有监督管你的权利 本钱都赚回来了 这是三万 先还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老欠着在心里头不舒服 一年多就能挣这么多啊 磁砖那么好卖呢 真的是赚的不是抢的 干净钱 我知道是干净钱 可你把这钱给我了 你怎么进货 怎么扩大经营啊 拿回去 我总归会有办法 你就拿着 徐建祥 咱俩还是兄弟吗 你真把我当债主啊 首先利息我没给你吧 当初卖那块表三万多 多出的我也不给你啊 我把你当兄弟 才着急把钱还你 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又上流婆婆妈妈的劲了 那知识分子臭矫情 还钱还不要 你不要我花天酒地了啊 将来要是没了 听我的你就把钱拿着 我要真需要了再找你借 走吧 去我家吃饭吧 一边吃一边跟我说 你怎么做生意 其实真不行 店里有急事我得回去盯着 走了 我卖店真不是为了还你钱 我就是做妹妹做坟了 想换个营生干 工作那么好找 那你当初为什么非要卖此坟了 当初是当初 这回来已经一年了 又认识不少新朋友 你还不知道我 人缘而好 我当然知道 所以准备再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我一个小兄弟 做生意做得特别好 白手起家 几年功夫 就有了十多节柜台 让他给你传授点做生意的经验 我这不是做生意的料 再说学做生意那么容易 那还有赔钱的吗 你没钱了 有钱 那就跟我走呗 张寻 晓辉哥 你怎么来了 给你介绍一下 寻建祥之前跟你提起过的 来 熊哥你好 你快进来坐 好 进来坐 来 晓辉哥坐这儿 好 熊哥 好 谢谢啊 好嘞 看着 好 来 闹事读书 很刻苦嘛 我这就瞎看看 哪比得上 你们这种正乖大学生啊 叔叔沈子还好吧 熊哥 都挺好的 前几个月回老家了 还见到你妈了 是这样杨萱 寻建祥也做生意 我呢 想向你咨询一下 做生意 有什么要点和窍门 给我们传授传授 晓辉哥 你说哪儿的话啊 你生意都做到美国去了 给大把大把美超赚着 我这小打小闹 怎么还用得着跟我咨询 那不一样啊 我们的产品都有对口客户 又靠着国企的大品牌 打开销路并不能 可你们这儿 荆州这么小的地方 能做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着实不容易 那熊哥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叫我大熊就行 他买瓷砖 卖瓷砖 那得去这个 大熊哥的店里去看一看啊 这做生意啊 不像读书 没有固定的公式和定理 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刚把瓷砖店卖掉 这个店面不好 这个卖了也无妨 卖瓷砖这种东西啊 跟我们卖电器有相似之处 都属于大宗商品 这零售不如批发 这散客啊 也不如固定客户 少他妈废话了 上午收的是卫生管理费 现在收的是他妈计划生育费 知道吗 我们市场里都是男的 哪也交什么 计划生育费的管理 收你们费那是看得起你们 别给脸不要脸 惹毛了老子 老子把你们这群外地人 都赶出荆州去 信吗 以前市场里 根本就没人乱收费 你那个单位的 找你们领导 老子就是领导 收费是吧 多少钱 三十 小杨 不给他 他是来敲诈的 他妈说谁敲诈的 信不信老子我弄死你 雷哥 雷哥 放开 先放开 你是来收费的 不是来打人的 你把收据给我 这钱我来出 有收据是吧 给 这不是正规收据 你到底是什么单位的 你干什么的 你不用管我是干什么的 回答我的问题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滚 你嘴巴放干净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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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谁不在 抽狗屎 你他妈说谁抽 说你呢 不是 我不找你啊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谁说跟我没关系啊 不是 诶 不许聊聊 晓鱼 咱要不要帮帮大熊哥去 不许吃亏吧 没事 谷哥摘了 滚 没事 没事 我洗小会会 根本就不是正规收费的 谢谢啊 行 老周 没事啊 以后这种事我来解决 大家散了散了散了 还不错吧 没动手 你在我哪赶呢 大熊哥 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卖电器啊 我们这市场生意还不错 我可以让一些柜台给你 路口渠道都是现成的 租金这问题吧 你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晓鱼 刚才那都是小事 你千万别客气 我不是客气 我是说认真的 杨勋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现在电影市场 生意这么红火 你直接分给大熊 这不成了来抢你生命吗 别说他了 就连我都觉得不合适 晓鱼哥 这事吧 虽说我是为了帮大熊哥 但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我现在准备把这个市场买下来 作为整体来经营 然后那些幸运好的商户 我留下来 那些幸运不好的 我就不准备去租了 大熊哥虽然我刚认识啊 但是能看得出来 大熊哥为人正直 我愿意有这样的商户 在我们市场 您要把整个电器市场买下来 这也是刚有的事 但是吧 就是有个竞争对手 说实话 今天来去找麻烦的人啊 估计就是我那竞争对手派来的 这孙子什么都不会 就会使银招 但我可不会被他吓跑 可是这个市场生得这么红火 他肯卖给你吗 我听说啊 原来这个市场老板 现在要去干别的生意 他要抽掉大部分资金 要不然他也不会卖掉 这个夏日金蛋的母鸡 而且这市场啊 是在我手里豁下来的 所以他应该愿意卖给我 了不起啊 没想到 你现在可以独立启动一下 电器市场呢 不简单 其实 买这个市场不是最难的 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手续 实在太麻烦了 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我才弄清楚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跟我说 其实也没什么 我这市场 也算是万事俱备了 虽然那些工商的 我也跑得成兄道弟了 但是人家也没办法 这么大的厂子 国家规定不能个人注册 但是我跑了这么多趟 也算没白跑 人家给我开了个口子 说是不论企业性质 只要是集体 也不苛求我非挂靠在国营吧 挂靠的事情我听说过一些 虽然现在大家都这么做 但是挂靠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 所以如果找的挂靠单位不本分 每天翻脸不认账 那你这电气市场的资产 可就危险了 是啊 晓晓总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 其实我也可以随便挂一个国营企业 但是我怕哪天我们的市场 生意真的红火起来了 他要给我下黑手怎么办呀 所以我想着 我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的集体 而且这个人啊 得对手下有绝对的掌控权 所以这事儿 除了雷大哥 我也想不到别人了 大哥确实是合适的人选 而且你一直在代理销售 他们小雷家的东风电线 两边都有信任的基础 我去跟他说 那太好了 小辉哥 但是吧 雷大哥这人最烦我 有话不跟他直说 所以你要跟他说了 那他非过来骂我不可 这个雷东宝就是个霸王脾气 你别怕他 行 没事 跑这手续估计 怎么着也得几个月呢 大璇 等我把这市场买下来 如果有你这样的兄弟在我身边 那我真是如虎添翼了 小杨 你的好意我先领了 这个事儿我 我还是得琢磨琢磨 大胸哥 你是不是担心租金这问题啊 没事 租金等你挣了钱再给我也一样 知道你不爱欠人情 就拿这个做启动资金吧 你别不收 不然以后咱俩就别做朋友了 你也是个霸王脾气 太好了 那晚上咱哥大家去喝一杯去 也算是庆祝大勋哥 祝祝我们市场了 好不好 荆州最好的两个朋友 能在一起做生意 我心里也踏实 行 小杨 把今儿起跟你混 地人